智慧老年生活,享受幸福人生 欢迎收看二大妈有话说 大家好,我是二大妈 无论你生在什么地方 不要忘了家里边有个老娘在等你回家 有一个人为你,无私地奉献了她的青春 有一个人十月怀胎,为了把你生下来 有一个人在你小的时候,为了哄你睡觉 整夜都不敢休息 那个人是谁 有一个人怕你冷着,整夜搂着你 哪怕他的胳膊再酸 有一个人把所有好吃的东西都给你吃 而且还会对你说 儿啊,我不饿,你吃吧,妈都吃够了 在我们儿时,等你盼你回家吃饭的那个人是谁 看到你生病了,比自己生病更难受 更担心的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就是妈 当你说,妈,我没钱了,想买件衣裳 妈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递到你的手里 有一个人会告诉你 只要你好好学习,听话 哪怕他再苦再累,也值得 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母亲 现在,在外面漂泊的孩子们 没有回家的漂泊者们 给老妈打上一个电话吧 他为了你受了太多的苦 可是他却没有一丁点的愿意 天下所有不听话的孩子 你们认为自己做得对吗 对得起父母那一切苦心吗 对得起父母的十月怀胎吗 天下所有做儿女的 你们真应该对母亲说 谢谢您 谢谢您从小把我照顾上 如果有时间 请你拉着母亲粗糙的手 对母亲说一声 妈,您辛苦了 孩子让你担忧了 母亲 一个非常伟大的词 她给了我们生命 给了我们一切 当我们过生日 管母亲要钱的时候 请你们回想一下 你母亲的生日是什么时候 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 那就是母爱 儿行千里 母担忧 母亲千里 儿不愁 相信这句话 永远都是真理 当我们出去奔波挣钱的时候 拿起手中行囊的时候 母亲会告诉你 儿啊 过得不好就回家来 可是我们却不许想想 母亲挣那一点工资的时候 我们曾拿着她肆意挥霍 如果你现在看到二大妈这个视频 相信你一定会拿起手中的电话 给家里的老爸老妈打过去 说上一句 妈 您辛苦了 无论您再富有 再贫穷 不要忘记 心里和家里含有个妈 所有在外漂泊的兄弟姐妹们 如果有时间 千万别吝啬那点车费 请记住 一定要回家 家里有个老娘在等着你 今年中秋 国庆节 回家看看咱那老母亲吧 她正在等着你呢 今天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二大妈说的还不错 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大拇指 给我们点赞 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三个点 转发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想看二大妈 分析更多老年人关心的养老政策 家庭矛盾 健康养生等话题 请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家号 公众号 搜索二大妈有话说 记住 全称 二大妈有话说的公众号 才是真正的我 我在二大妈有话说 等你啊